凤林岛的一众暗卫,在凤林岛以及周边搜索一页,一无所获。 既没有发现行凶之人,也没有发现萧姓女子。 在天刚蒙蒙亮,兴松中士任命般地朝元宵国方向发了一枚信号弹。 云宵国内? 看到那枚象征着异常的信号弹,云耀身的眼眸晃了晃,然后马不停蹄地往凤林岛赶。 从昨晚开始,她的心就一直突突直跳,坠坠不安的,只让她一整晚魂不守舍,一夜不能寐。 到了封林岛,一身黑紧泡的她直奔小木屋。 在看到那间原本住着萧兰若的小木屋凭空消失,一片焦黑时,终是眉心狠狠地跳了跳。 安若呢? 昨晚这里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巨象,但我们赶到时,这里早已火光冲天,面目全非,若萧姑娘在里面安睡,恐怕…… 不可能,她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死掉? 昨日白日,她可在这座小房子里,有何异常? 昨日萧姑娘和往日一样,出来看会儿风景,傍晚时分便吹灯睡觉,和之前一样,并无异常。 华长,在那边处长发现了一张纸条。 云耀身结果,打开纸条,你我者王,署名,暗夜。 在竹屋旁的一棵枫树下,捡到了一根猪钗。 另外一个还未将东西呈上,看着那被烧得乌黑的钗子,云耀身的心里,仅剩那一抹希望,也没有了。 江湖上,有暗夜这样的组织或者杀手吗? 手下从未听说过…… 云耀身脚步一个亮相,一步一步朝着那焦黑的木屋而去。 每走一步,就此走在刀尖之上,如履薄冰。 看着空无一物,只剩下焦黑的地面,云耀身终是谋色黄黄,压抑不出心里喷泊而住的绝望和哀伤,急火攻心,猝不及防,吐了一口鲜血。 华长? 看着眼前,这颓败萧丝的场景,想起萧兰若在这时的种种,往日一幕幕充斥心头,萦绕脑海,本以为上天联系她,将她赐予她。 她是她的恩慈,没有想到,夜是她的结。 云耀身赤红着眼睛握紧拳头,重视悲愤的仰天长笑,壮死惊狂。 她努力用阿毒和阿蜡来感应萧兰若的存在,可是不管夺魂宠阿蜡如何努力,重视徒劳无功,这世上再也寻不到属于她的气息。 难道她真的已经粉身碎骨,为何要如此残忍,连一具尸体或者一盆骨灰都不给她留下,连这最后的一抹念想都要生生剥夺。 何时四国一朝竟有如此厉害的东西,可以将三家屋子顷刻之间移为平地。 缓过来的云耀身,瞬间就发觉不对劲,若死人真拥有如此厉害的东西,那么这天下不是唾手可得吗? 若是用在战场之上,再多的人都能消灭掉吧。 属下不知,也觉得异常震惊。 举查,俺爷是谁,绝不能让他落入旁人之手。 再派人去龙啸国羽王府守着,看羽王有何动作。 羽王府 皇爷,异族王朝来信了。 傅军玉打开信件,果然是异族王朝皇帝承警的回信。 经过承警的多方调查取证,那清离宫中的女子确实是在掌上明珠,异族王朝公主成龙雪。 心里男眼平白多了一个优秀外孙的激动之情,更是对傅军玉的遭遇痛心疾首。 对于自己女儿,被困清离宫二十多年之久也是悲愤交加。 心里对龙啸国皇帝傅南辰的薄行寡义,虚伪薄幸是深恶痛绝。 还给了傅军玉一个提示,异族王朝随时都会支持他,希望他在龙啸国做好部署,照顾好他二十多年从未谋面的母妃。 届时出使龙啸国,几个大舅会跟随使者一容,一并出使龙啸国。 有什么地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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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届时 寻找